Hello 大家好 我是達飛 今天要來分享連初學者都會的眉毛的畫法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畫眉毛 可以把它畫得非常的漂亮而且自然 眉毛算是我一個很自豪的部分 因為已經非常非常多人問我說 欸 達飛 你的眉毛是去聞的還是飄的嗎 都不是 是我本人自己畫的 每天花了很多時間在畫眉毛 因為眉毛算是我們五官裡面 可以讓你看起來五官立體啊 有精神的一個部分 大家其實可以看一下 我有畫眉毛的這邊跟沒有畫眉毛的這邊 是不是整個氣勢跟臉的立體感就差很多 一開始我們要先來講一下要準備哪些東西 修眉刀 選這種鋸齒狀的修眉刀 不要選那種平的刀片的 鋸齒狀的修眉刀對初學者來說比較好上手 比較不容易把自己刮傷 源頭的安全剪刀 眉筆 我喜歡用的眉筆是有帶這種頭的 那如果你的眉筆沒有的話 可以另外去買一個像這樣子的眉毛刷 眉粉 染眉膏 其實這些東西不是所有人 在每一次畫眉毛的時候都需要用到 如果你的眉毛是屬於比較濃一點的人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準備眉筆和眉粉就好了 那如果你的眉毛是屬於比較稀疏的人的話 就可以使用眉筆 眉粉的話看你的功力 一開始我覺得還是要 但你之後如果比較上手的話 其實我覺得眉粉也不一定要 如果你的眉毛是比較濃一點沒有缺角的 有人是濃但是它是指濃前面後面有缺角嘛 所以就還是會用到眉筆 但是如果你是整個都很濃都沒有缺角的人的話 你用眉粉或者是染眉膏就可以了 我的眉毛很長每一根毛都很長 但它其實不濃 我比較常用到自己畫的時候 就是眉筆跟眉粉 染眉膏的話就比較不一定 像夏天我可能今天要在戶外活動的時候 我才會使用到染眉膏 或者是要去海邊游泳的時候 我今天用的這些產品牌子跟色號都寫在底下 因為我使用的色號不是適合每一個人 我是針對我自己的季節 因為我是冬天人 所以我是針對我自己的季節去選色號 那你想知道你自己適合什麼樣的季節的話 要靠後面的色布 後面色布還沒有成立好 現在顏色有點少 就是要靠後面的色布 本人來找我檢測 幫你測出來你適合春夏就都什麼樣的季節 然後什麼樣的彩妝顏色跟什麼樣衣服的顏色 什麼樣的髮色會比較適合你 在畫眉毛之前我們要先來修形狀 如果你眉毛本身 換其八糟一個雜草充生 你越畫只會越像毛毛蟲而已 在修眉毛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修不乾淨 你要嘛就是把你的眉毛這樣抬起來 不然就是用手去抬 這樣子把它抬起來 讓這邊的皮比較順一點 你會修得比較乾淨 然後也比較好修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修嘛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修的角度就不是很漂亮 可以把背刀這樣立起來 由後往前修 順著你這邊的骨頭 大家不要去改變你自己原本的眉型 你原本的骨頭長在哪裡 你的眉毛就在哪裡 然後這樣修完之後 因為其實這樣子修沒有辦法修得很乾淨 所以這時候我才會這樣子再往下修 喔對還有人問我要怎麼樣 會看起來兩邊比較平均 因為很常大家畫完都兩邊眉毛長不一樣 你覺得哪邊的眉型你比較喜歡 或是哪邊缺角的狀況比較少 或是哪邊你覺得畫起來比較順手 你就先把那邊畫完之後 另外一邊去模仿它 在練習上來說會比較容易兩邊畫的一樣 再來就是上面這邊就不用抬了 直接這樣子往下 一樣就是修到骨頭的地方 再來後面這邊 眉尾的地方 目前這樣形狀已經大致上出來了 然後我就要拿眉刷 跟小剪刀 把我的眉毛往上推 把上面這邊比較長的部分都剪掉 這個不是每個人都要做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我的眉毛的毛本身比較長 眉毛修好了就要來正式進入畫眉毛的階段 先把框框框出來 拿眉筆框下面的框 我不會從眉頭開始框喔 因為眉頭會想要比較淡一點的顏色 一個漸層感 所以我會從眉毛的中間 畫眉毛的時候一定要慢慢慢慢 不要直接一筆到底 下面這條好了之後 眉尾 從眉封到眉尾的地方 一樣是順著自己的骨頭 再把前面塗起來 是一樣這樣 慢慢慢慢一點一點的畫 不要一筆到底 然後如果你本身眉毛就已經比較濃密的人 你這時候就可以直接用眉粉 把它塗一塗就好了 外面的這個框框用這個小刷子 就是把它刷平 如果你眉毛像我一樣是比較淡一點的人 這時候畫完框之後 把眉尾補滿 那有些眉毛濃密的人啊 他其實眉尾是有斷角的 這個你也要用眉筆把眉尾補滿喔 在畫眉尾的時候 除了這樣往後刷之外 我還會這樣反著往前畫 因為我這樣才能確保 我的眉一根眉毛底下都有畫到 就不會有某一個角度看起來覺得好像凸一塊 這樣好了之後 我就會先用小眉刷 把它通通刷一刷刷順 一個是把顏色弄得比較均勻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讓我眉毛的毛流變順 然後我就會用魚粉再往前這樣帶一點 刷一刷就有缺角了 所以就是再把它這樣補起來 如果補完之後你又覺得顏色太濃 就一樣再把它刷淡 重複幾次 你的眉毛的顏色就會很自然 然後很漂亮 前面頭的地方 我都會習慣直接用眉筆把它補滿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下手輕重沒有辦法拿捏的話 你前面就可以用眉粉 再一樣把它這樣刷刷刷 因為像現在這樣刷過啊 上面這邊的界線可能會有一點hooky 我最後還是一樣會再用眉筆把它順一下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種清除界線的眉毛 但如果你比較喜歡像日韓那種比較自然的眉毛 其實你剛剛像那樣刷淡淡的我覺得也ok 眉粉的話我平常只會用來畫鼻影 大家看得出來這兩個咖啡色有點不太一樣嗎 這個就是比較帶灰紫色一點的咖啡色 這個就是比較帶橘色一點的咖啡色 所以這個是屬於像我冬天人或者是另外一個藍底的夏天人適合的咖啡色 這個就是屬於黃底人春天人跟秋天人適合的咖啡色 我就會使用這個藍底人適合的咖啡色 然後混一點這個白色 用我的中指沾一點顏色 然後中間把它塗開暈開 找我眼睛跟鼻子中間這個凹槽 壓一下之後往下拉到鼻頭旁邊 做這個除了畫鼻影之外 我可以順便對一下我的眉毛 有沒有兩邊的開頭畫的一樣 最後再來教大家一下染眉膏 如果你想要用的話怎麼樣用 很多人會直接這樣子 全部一起往後畫 但我覺得其實這樣畫出來的效果 沒有那麼漂亮的自然 如果你全部通通這樣往後刷 我覺得就失去了眉毛本身毛流的美感 我自己比較推薦的畫法是 眉頭往上刷 後面再這樣子 給大家知道 我還不要大意思 就是前面往上 然後慢慢的往上往後 往上往後 它才會凸顯出染眉膏本來的特色 眉毛毛流感的那種感覺 以上就是非常詳細的眉毛的畫法了 大家覺得還OK嗎 是不是覺得有點複雜 其實我已經把步驟都省略蠻多 算是蠻簡化 因為如果大家有在追一些美國部落客 就會發現他們對於眉毛那個畫法 真的非常的細節 而且非常的吹毛求刺 所以大家回去練習看看 我覺得眉毛就是很重要 可以讓你的臉變得有立體度 然後你的整個精神跟氣勢 會顯現出來的一個五官 以上對於初學者來說 我覺得算是蠻基本的東西了 所以大家不要再逃避了 眉毛很重要 趕快把你的眉毛搞好 如果你還有想要表解個人色彩啊 我剛剛講什麼春夏秋冬人 或者是對於任何彩妝 考空服員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或是可以到我的臉書跟IG私訊給我 搜尋答飛都可以找得到我 記得飛要答對非要答錯 太多人把我的飛答錯了 如果你想要跟我有種聊天的感覺 也歡迎加入我的LINE 搜尋at D-A-F-I-E-G-O 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不要吝嗇給我一個讚 並幫我加入你的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